繼續來自布地町的消息 微量感染客頭明天大飯店 李烈如總經理為教育和地坑的付出 該管政府在理眾的故鄉 布地町過高校 基本堆疏嚴格過 管長吳張良立委創議議 布地町劉丹洪媒管議員創委結構 優強頂郎農議會第一 學長來不送理眾參加華東的壓頌 並且要請國內地名嚴格加英兆 總經理由國中小學學生代表表達 對理眾的感謝 氣氛良重重嚴 李烈如總經理中時地坑教育以及提供工業 為了提升加義學主的領略 官場館來各級學校 外面媒體英文教宅更勤定教學主委 每年春節正黑也都會回到各鄉部地 公開百度的版道 基本環境散亂亂活動 法皇經現金以及台中 國中 國中小學 和替眾做學金 國內出身平庫的神經學主 基本大家透過的教育完全失明 你對書人家會由管護主辦 委託理眾無法過高國修辦理 那嘉義線實際上在古代是以綠綠跟地綠維生的顏色的規劃 所以每天一個農曆的春節 每天都會邀請古代各界的 那包括很多比較平均的小孩子 那一起來用餐 那一起來移行 那所以每年大概翻過很多講述學金 那大家如果有遇到我們明雄圓一天啊 那會有鋼琴出現的場合 你就會看到鋼琴的側面 寫了幾個字叫做比提大飯店整合 那包括我們這邊的學校 很多小孩子的 這個相關的英文教育 那包括時期 都是由底綠國本總經理 那還有底綠生兩兄弟 那回饋故鄉所做的事情 所以底綠跟底綠生 除了是我們知道的成功的生意的體關 我們在國民這個部分 他們也分享有這個社會需要的 關注王將良表示 聽說李宗原理在困忙當中 貴心裏心感到非常不甘 這項一位 裏心共有關主教育的主成家 在公信民就年後會開向你 關心教育實在想起不簡單 李宗沉地在第九川的時代 議員的重要性 自一百零一年開始到一百零八年 利用蘇卡地貴高國秀 保地國秀以及當舊三天國秀 頂號基盤等待一國會 迎威贏 為地坑教育台下希望經濟令人動用 希望他一路好走 新新聞中來信 保地點彩虹布登 嘉義優先這個品牌是必須要走的一條路 有品牌就有責任 我希望能夠帶有嘉義農產品的適別性 跟辨別性 它要負責生產出最安全的食物 給所有的人消費 像上次縣長帶領我們去那個國道販售 那也很多通路看到我們 會找你去設櫃喔 會 太厲害了 對… 很榮幸 謝謝 我最近聽到一句最感動的話是什麼 說縣長 要是颱風來的話我們就賺了 他們就在想說我怎麼克服 當別人沒有辦法 我有 對 我們就賺了 老一輩啊 種田的人 他們不太計較成本 只問你種出來的東西 你的品質 是不是能夠給消費者最好的東西 那我想這個就是所謂的嘉義的農業 漁業跟畜牧業 最好的傳承就是嘉義精神 這個傳承的責任 就在你們的身上